283. 文匯報 清華基金南京交流團啟動 2015年7月18日 社團新聞A 12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旺神 由中國清華公益基金會主辦的傳承 致遠中國傳統文化交流計劃記 2015香港青年金靈文化交流團 7月13日在香港青年會灣仔會所舉行啟動儀式 清華基金會副理事長孔孫橋主持儀式 中聯辦港島工作部副部長彭秋雲 宣教處處長溫宇欣等出席活動 孔孫橋彭秋雲溫宇欣出席孔孫橋介紹 以傳承 致遠為主題的中國傳統文化交流計劃 是清華基金會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項目 該基金會每年都會以此主題推動 內地和香港兩地青年和學生開展文化交流活動 為其了解中華歷史文化提供支持和幫助 他指 今年該會將資助香港學生於7月31日啟程赴南京 進行為其六天的文化交流及考察活動 行程中 同學們將參觀侵華入軍南京大屠殺越南同胞記念館 中山寧 南京博物館 總統府等景點 並參加專題講座 增進對中華歷史文化的了解 其同學此行虛心學習 通過活動增強愛國愛港意識 彭秋雲勝賺時次活動很有意義 認為可加強香港與內地的文化交流 消除兩地甲幕文化是最好的紐大 清華基金會是由香港默勝資產管理有限公司 創始人李向雄和孔孫橋發起設立的公益性慈善機構 成立以來多次資助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項目 推動相關文教事業 組織 舉辦全球或區域性中華傳統文化的學術研究及交流活動 出版相關學術成果 獎勵對傳統文化保護作出突出貢獻的機構 團體或個人 未來 基金會將發揮優勢資助公益慈善項目 開拓傳統文化發展空間 幫助香港青年學生健康成長